那么下面老子接着说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交 那么这是老子在第二章里面 直接提出了圣人的言行标准 这里的圣人是指得道的人 不是鲁家标准的圣人 鲁家标准的圣人 仁义理智性 道家标准的圣人是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交的人 也就是说得道的人 那么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交 这是老子给大家提出的一个言行标准 就是你要无为 要不言 那么有人就说了 这无为不言 那不是就出事了吗 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是不是就懒惰了 不是的 它在各个方面它都可以用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 当我们自己做下属的时候 我们可能遇到过两种领导 一种领导是无为的 一种领导是有为的 当然我们遇到有为的领导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一点 那么当遇到有为的领导的时候 领导就说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下属就只能听着 听领导的话 就去干 这个时候领导的有 就造成了下属的无 长此久往 这个领导就经常会抱怨 哎呀 你看我的下属 什么都不会干 我自己忙得要死 其实这种情况 是他自己造成的 他不知道 但是老子知道 当然我也知道 这也是有无相生的 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领导 他说 小李子 我什么也不会干 你自己看着办 这个事情 结果这个小李同学 他就自己动脑筋 想这个事情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做到后面就做得很好 那有人说了 他一开始不会做 他就能做得很好 我肯定要教他一下 对 这个就是有违的思想 那么道家的无违的思想 就是说 他一开始可能是做得不好 但是他做过两次以后 他能够自发性的去发现自己的问题 这种自发性的发现自己的问题 比你有意识的去指导他 他脑还要记得脑 他今天这里摔跤了 明天就知道这里有块坑 你今天告诉他这里有块坑 你走路来当心 他明天也会忘记这里有块坑的 他摔过跤了以后 他就不会忘记 那么到最后一些什么都不会干的领导 他会发现 他的下属特别会干 特别给力 他这个做领导的也就特别轻松 那么这种情况 其实生活当中也可以 也经常会遇到家庭里面 如果丈夫无 那么妻子就会有 妻子就会去忙 烧菜啊 做饭啊 那么妻子烧完菜 做完饭端上来以后 丈夫 刚才是处无为之事 她是无了 但是他不能说行有言之教 他不能说 哎呦这个菜比较咸 下次烧淡一点 这个菜 这个水放多了 不能这么说 这么一说 妻子说不定就要挑着说 那下次你去烧 这种情况还是很多件的 对吧 所以呢 处无为之事和行不言之教 此两者 他本身是一体的 是老子对提出的 对人提出的言行要求 丈夫就是 蒙头吃到这个菜太咸了 他也不说 他不说 你说妻子他不知道 妻子他也有味觉的 不会妻子说 今天味觉失灵了 这次烧的太咸了 下次给你烧的更咸一点 除非他跟你有仇 是吧 不然他自己肯定会反省 哎呦 说不定他就说了 你不说的时候 他就说了 老公 哦 我今天这个菜烧太咸了 你有觉得咸吗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说 你应该行不言之教 还是说 不行 他妻子下次言自然就放得少了 看破不说破 还是好朋友 老子其实就在说这句话 那么这种情况 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在教育孩子的里面 有没有用到 可以用到 我们会发现很多农村的父母 自己目不思丁 但是他的孩子是北大清华毕业 或者说是华东理工大学毕业 有没有 但是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 他们又生了孩子 他们开始行有言之事 有言之教 然后说孩子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干 结果他孩子 不要说北大清华 连个普通的重点大学 他可能也考不去 他只能考一个很普通的大学 为什么没文化的父母 能够让孩子考上北大清华 而有文化的父母 他就怎么样都不能让孩子 达到自己的水平了呢 这当中的原因就是一个 没文化的父母 无意当中行了 除了无为之事 行了不言之教 你孩子要读书 你就自己去读 你就自己领悟 我也不会教你 我也不是北大清华毕业 也不是华东理工大学毕业 我不会教你 我没文化 你就只能读 只能自己读 然后他就自己体会 自己琢磨 他自己要读 比你要他读 肯定读得好 是不是这个意思 工作里面也是这样 你让他干 和他自己要干 你说哪个干得好 那么老子就是说 让你自己要读 自己要干 那就无不利 是不是 那么有些同学说了 老师你说的是一回事 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吧 我孩子我也不能 什么都不管 有没有其他方法 说让我管一点 也有的 这个我在后面再讲 我这里大概先讲一下 为什么老子要提倡 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那么有些孩子 比如说他本身不会读书 你被他管的 让你管的 辅导的 读二书 读什么 他的确考了比较好的学校 但是如果说他能力 只是在这里 你把他印到这里去 他参加工作以后 他还是在这里 他不会在这里 这个就是你要 透过表象看本质 你才能看出来 那么后面又说了 万物作而服食 生而服游 为而扶持 成而扶居 那么万物作而扶食 这是老子 进一步阐述 处无为之事 就是万物星座的时候 这个食 食是解释为 干预 参与 管理的意思 那么老子因为是无为的 所以万物星座的时候 圣人他就是 不干劳 不参与 那么有些版本是 写成不辞 如果写成不辞 解释为 不参与 不干劳 也可以 但是也有些人 是解释为 万物星座的时候 圣人不辞 辛劳的 默默参与 那么这个就是 有为老子本意 道家思想是 无为 这个是个大前提 如果 把不辞 解释为 不辞辛劳 参与了 这肯定是 有为老子本意 所以不死 比较准确 那么后面两句话 是 生而不由 为而不是 生而不由 为而不是 这两句话 在后文第十章 和第五十一章 都出现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写五千言 本来就很短 然后你还要把两句话 重复的在这个章节出现 这个章节出现 这个从逻辑上来说 本身是不通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两句话 在三个章节出现 如果我们分析归纳的话 你会发现 出现在第五十一章 是最适合的 最符合前后文的意思 生而不由 生的主体是道 为而不止 为的主体也是道 那么在这第二章里面 有些同学 有些人就把它解释为 圣人为而 圣人生而不由 圣人为而不止 那么这个根据前后文的意思 它本身也不对 因为这句话的主体是万物 万物做而浮食 生而浮游 为而浮食 所以不能说我第一个四字 做而浮食 是万物 第二句马上就 生而不由变圣人了 这个不对 那么从三方面讲 第一 它三个章节多处出现 出现在第五十一章最适合 第二 它在 这个足语不对 足语是万物 而圣和为 在这里的足语变成了圣人 也不对 第三个 这第二篇 全篇都是在讲阴阳的 所以 如果 这里把这两句话删去更加合适 删去以后就变万物 坐而浮食 成而浮局 一个是坐 一个是成 一个是开始的时候 一个是结束的时候 又是阴阳关系 跟前面 所有的美恶 善不善 有无 难易 长短 高下 阴森 前后 阴阳关系 全部符合 全部符合 所以我建议 是把这两句话 在这个第二章 生疏 伏为伏居 事已不去 这两个非常好理解 因为圣人 他不居功 所以他不会去 不会把这个功劳给抹去 他本身就不占这个功劳 就像领导说 小李这个事情你去干 小李去干了 领导说 这都是你的功劳 那小李肯定不会说领导是非 说 你看领导怎么怎么不好 如果领导说 小李这个事情你去干 干完了以后 领导向上级说 你看这都是我的功劳 那小李肯定是觉得 这个领导不靠谱 如果以后成长了 肯定要打击这个领导 或者尽量把这个领导赶跑 是不是 那么老子的做法就是说 如果有功你不要占 那么这就是阴阳关系里面的 阴的关系 也是个阴阳关系 阴的关系 占了功劳没什么好处 功成身退 天之道义 后面张杰也有讲到 那么老子的第二章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